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国贼呀 我告诉你 不是骂贼 他是骂爱国 那些公知们常用的词叫爱国贼 你爱国吗 那你就是爱国贼 所以像这样的词 他直接做到标题上表达的什么 表达的是这些人的一种仇恨情绪 就一调定 你看出来了立场在哪 对不对 什么反美派金灿荣首度举行什么什么婚礼在这里边呢 然后面上一大串的名字什么胡锡进 司马南 金灿荣 张卫威 陈平 张照忠 孔庆东 什么华春庸 赵立坚 好 一大串的名字 这些人共同特点什么呀 共同特点都被公知给贼上了 贼上了是隔壁王南的土话 北京土话 贼上了 好 不能拿刀囊你 囊就是刺 图刺刺 就是图刺刺 我看金灿荣小伙还挺帅 儿子高大 英俊 这照片倒是真的 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 结婚了 不过结婚地点在哪 我不知道我这说了算不算泄露秘密 我没问金灿荣 我可不可以说 我就说了 金灿荣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婚礼是在武汉举行的 为什么 因为亲戚朋友 金灿荣他们家都是武汉那边的 对不对 所以人在武汉就吃了 吃了一顿饭 一个厅里面就扒桌 这件事就没弄成了一个大婚礼 盛大婚礼 然后果然是反美地势工作 赴美国生活 这话是哪来的 这话是过去人家八年前骂我的 说司马南全家移民绿卡 老婆孩子在美国 然后司马南定期跑美国探亲 然后司马南说骂美国是工作 去美国是生活 这是轮子造的关于司马南的谣言 公知 包括我的老朋友在内大肆转发 于是这变成了江湖上一个梗了 明明是轮子谣言贴到我头上 我昨天有点高兴 我有点窃喜 这话从我脑门接下去了 贴到金灿荣脑门上去了 原来变成金灿荣的事 这个谣言什么司马南 移民 绿卡 我知道我为什么这个节目一开场 我都要说我是司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 为什么这么说 不厌弃白 每天说跌跌不休 就是因为就这样还不断的有人造谣 不断的有人见我 就问我回来了 从哪回来 我东城回到西城好不好 我西城回到东城好不好 我大门回进那小门好不好 谣言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如影随形 没没没办法 对吧 但是你说你用这种方式造金灿荣的谣 我只能说我鄙视 因为你太不专业了 对不对 你这你黑金灿荣 你就好好黑 对不对 你不能用黑司马南的水平来黑金灿荣 你把黑司马南那套 你把八年前黑司马南 十年前黑司马南那套拿过来 原封不动直接黑金灿荣 不对呀 偷懒 不努 金灿荣什么人 金灿荣大学者 金灿荣无论如何 是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 对不对 司马南什么人 司马南最多是人大当过三天教授 还叫人给出了名的 所以你用黑一个胡同老头的 胡同退休老头的手法来黑金灿荣 你这涉嫌用对付群众的办法来对付一个共产党的干部 你这不合适 对吧 我 每天开场说的那句话呀 我都觉得意犹为尽 因为你说的 我是中国国民 北京市民北京市东西区民 有人就问 你家人在不在美国呀 你老婆孩子在不在国外呀 你老婆在不在陪毒啊 我都什么岁数了 陪什么毒呀 我老婆陪陪谁毒啊 我 所以我补充完整 我说我们家没有人移民 我们家没有绿卡 我们家没有人定居海外 我们家没有人在海外工作 我们家也不存在什么老婆陪毒在国外的事情 这是轮子造谣 是公知造谣 是公知粉无脑跟着传谣 但是没办法 像这种谣言 我被这谣言的黑洞包围了 包围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里边呢 被人家抹得全身黑 所以我悄悄跟各位说 我看突然间啊 抹黑金灿荣 一股黑浪 啄浪淘 把金灿荣淹没了 黑黑黑 在里边出不来了 我怎么有点小兴奋呢 我有点小确幸 现在流行的词叫小确幸 哇 金灿荣也该轮到你了 我被黑这么多年了 现在他们用同样的手法造谣你 嘿 咱们这个老百姓 我不能说我高兴 我说我高兴 有人又会说啊 造出一套新的词来 你黑就黑吧 是吧 我 我是 我都到这种程度了 我叫狮子多了 不咬 但我就是提醒了啊 这些公知啊 啊 这些轮子呀 你们造谣的时候 要提高队伍素质建设 你不能造谣 这么low 这么不专业 你提高造谣队伍的素质建设很难吗 你不造这么低级的谣言 你会死吗 对吧 你对金灿荣同志有一点尊重 有一点必要的尊重 考虑点传播效果 考虑点谣言的自我生成复制和无限复制 你把金灿荣彻底黑掉多好啊 你造这么低劣的谣言好多啊 被你们称之为小反红的爱国的青年 给金灿荣辟谣 辟谣很努力啊 你们造谣太低劣 对不对 我欣赏前一波造谣的 前一波造谣什么人 就是前不久啊 造谣老胡的那帮人 哎 这帮人比较专业 怎么专业呢 因为你造老胡的谣言造的比较精彩 哈哈 他们给老胡造谣 说老胡挣钱呀 好几千万呢 有零有整啊 哈哈 给老胡造谣 这这这老胡说 老胡说这谣言 说司马呀 这谣言太害人了 好几拨人跟我借钱了 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 这谣言造的多有喜剧感呢 说老胡这家伙挣好几千万呢 买一套房子那家多少千万呢 好家伙 老胡眉毛这么搭了下来 说司马太害人了 这好几拨人跟我借钱呢 这谣言 哎 你看谣言造出喜剧感来 谣言造出贺岁片的感觉 那当然很好呀 还有一个谣言造的更精彩 生生的给老胡造出一个大胖 儿子来 好家伙 老来得子啊 这谣言造的不到一年 你老胡 得了个大胖儿子 还不到一岁 没满岁 居然在加拿大留学 你瞧这谣言 这谣言简直 简直是没致的 刚造出他有个大胖儿子 在加拿大 居然就留学了 好家伙 你说这事要是真的多好 老胡说我真想有个儿子 哈哈哈哈 那什么老胡啊 老胡 因为老胡粉丝太多好几千万 所以我呢 可以跟他拉开一点距离 假装我不了解的事 我怎么能不了解呢 老胡就一个女儿 老胡的女儿在北京上班 是吧 老胡的女儿管我叫我大爷 你这关系很亲近 我还悄悄告诉各位一个秘密 老胡长大爷 老胡的女儿长得很漂亮 对吧 现在你给老胡的女儿 造出一个弟弟来 老胡一个大胖儿子 还在加拿大 老胡说我他妈真的 真的希望有一个儿子 是多高兴的事 给胡亲近造谣 你造的这么喜庆 你给金灿人造谣 造的毫无创意 太不靠谱了 所以我要严正的指出 这波造谣的人不行 水平太低太漏 那怎么办 打回去重造 还有你给胡锡进 你造点胡锡进语录 你造点金灿荣语录 什么反美式工作 赴美是个是是是生活 你说都七八年八九年了 你天天说是司马南的语录 现在你又贴到金灿荣脑门上 你也太省力了吧 对不对 有一些人呢 一看这发酵谣言 就在后边跟贴 他们说 说的是金灿荣 美国那么阴险 你让你儿子儿媳妇去美国干嘛 这个话我都觉得 这才脑多无脑啊 你那脑子脑仁里面是花生仁吗 吃了一个核桃 你吃了七个吧 吃多了 脑子一点都不转弯 美国科技教育先进 向美国学习 到美国留学 改革开放 这有什么错吗 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留学 有人抓住一个梗 说那个老金灿荣 曾经讲过这低龄的孩子到国外去留学不好 然后他们就说好 你自施起言 你儿子从小送到 人家金灿荣的这个孩子啊 北大高材生 在美国读了个硕士 读了个博士 这跟金灿荣 对低龄留学生有些看法 有什么关系吗 这能拿得出来说 金灿荣这个人你要打他 你就打疼他 对不对 我看他也不顺眼 凭什么他逼我有水平啊 凭什么我当三天教授 被人大出名 他人大当副院长这么多年 而且这么受欢迎啊 我早看他不爽了 但是你这没打疼金灿荣 你反倒暴露自己水平很低啊 还有以前天天骂司马南 反美斗士 我自己都辩解过 我说不是反美斗士 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 反对美国欺负人 这怎么能叫反美呢 批评美国霸权主义 不等于反美呀 恰恰相反 我们要继续改革开放 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的 先进的国家学习 开篇我们不是说黑金灿荣 突然间这一波啊 黑朝西来 后边有条逻辑链吗 这逻辑链是怎么一个逻辑链呢 嗯 我来说是第一条 这个逻辑链之第一条 就叫做黑司马南的和黑金灿荣的 黑胡锡进的 黑华春莹的 黑赵立坚的 都是同一波人啊 第二条黑金灿荣的手法和黑司马南的手法一模一样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还是那个老滋味 嗯 还是那个味道 呵呵 你说你们都不改进一下 第三条 第三条 那就不来我了 我觉得金灿荣啊 你也得监踏自己啊 金灿荣 人家黑你这是你自找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金灿荣啊 他那个演讲 太 传播力太强了 比方说说公知 金灿荣说公知 入目三分 妙语连珠 金灿荣说 金灿荣说 下边金灿荣说 说现在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在世界上不承认中国成功的 不是美国人不是德国人法国人 而是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 网上把这部分人叫公知 公知认为中国的成就 没有中国的问题多 中国的问题 哎 比成就大 而且成就呢 是假的 问题是真的 所以他们是真的认为中国成功是假的 拒绝承认中国的成功 但是美国的战略家非常严肃的看待中国崛起 美国一些战略家感到恐惧感到威胁 然后动用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 所以啊 金灿荣接着说 现在呢 实际上有个很怪异的现象 就一部分人中国人真诚的认为 我们不行 我们什么都不行 而一部分美国人真诚的认为 我们很行 啊 中国人民很行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 哈哈 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地位不是中国公知决定的 我们的国际地位是美国人决定的 金灿荣妙语啊 金灿荣你说你说这话 对公知伤害有多大呀 你也太太不给公知面子了 你话说的这么损 对不对 完了你还黑黑黑 标志性的微笑 黑黑黑 你啊 公知恨你 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 对不对 金灿荣还讲过 说公知这帮人 我觉得他们心里是是有毛病的 黑黑黑 天天盯着中国的垃圾桶看 黑黑黑 然后呢 去对比美国的客厅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就是一帮苍蝇 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 喂 金灿荣有点男朋友 你比较喜欢喂 平心而论 中国这很成功的 对不对 黑黑黑 你说 金灿荣啊 你这话 你不是拉仇恨呀 中国的一些公知的确呢 自以为能够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攻击中国 那这些公知呢 其实呢 不过是使出西方人喜欢的某些招数来拨西方的眼球 他们确实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 代表了什么知识分子 代表了中国的一部分垃圾知识分子 2020年大家都知道公知崩溃元年隔壁王那样的都会这词 是吗 今年是公知崩溃元年对不对 我说对老人家说的对还太对 这个 但是我们国家对这些人太好了 这娇生惯养的这帮公知啊 他们还真是能够代表垃圾同理的同类 不过这帮人呢 疑惑无穷 金灿荣说的这一番话呀 我告诉你 拉仇恨拉多了 金灿荣妙语连珠 金灿荣语录很多人编出来 那是让公知突然间把你锁定为目标 然后呢 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攻击你 这是逻辑必然性啊 从逻辑链的角度来说 第四条 那就是金灿荣 那也是你自己找的 你说你把国际关系这么复杂的 学历性很强的东西 普及给中国老百姓 让一般的普通老百姓 由此增加了对国际知识的了解 增加了四个自尽 增加了民族自豪感 同时深深的伤害了中国公知 脆弱的小心脏 你知道你给人家造成多大伤害吗 你害人家 人家回过头来 人家骂你 黑你 造谣你 那不是理所当然吗 这是逻辑啊 对不对 一怀一报嘛 作用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作用力现在改拉 大小不相等的 你伤了人家一拳 人家伤你十拳 第五条 这个逻辑链呢 逻辑链就像一条河 是吧 有上游有下游 就像长江黄河上游什么样 不是有很多长江黄河溯源吗 到上面去看 没有滔滔不绝啊 黄河之水天上来 那说的不是黄河的源头 源头没有 源头只有涓涓细流 踪踪细流 甚至是潜流 你看不见 但是无数的潜流 最后呢 汇成了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这个舆论呢 意识形态斗争 就谣言而言 如果谣言是一条大河的话 最开始上头 那是有一个啊 有一些潜流的 这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概念背景下的这种话语权的斗争 上头溯源 能溯到哪去啊 能溯到塔国某部门去 塔国 我最近喜欢用塔国 用米国 用米利坚来代表的美国 因为早年间啊 严富他们那帮人翻译的时候 把美国看得特别美好 所以就把美丽的美 作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 其实米国更准确 不是塔吗 高高举起来 塔国我觉得也很准确 塔国有个部门 专门在全世界 策动意识形态斗争 颜色革命 甚至直接呢 取人手机 杀人总统 无人机暗杀等等等等 源头是这样 逻辑如此 大家在国内能够看到的 网络上的公众号的 取名怪怪的 用同一个口径说话的这些人 都是下游 铺天盖地而来 那是黄河的中下游 是黄幻区了 美国那个部门叫什么部门 你知道的 对不对 叫一见钟情局 第六条 这个逻辑链是什么 逻辑链是之所以有些傻傻的脑子拎不清的人传播这种谣言 有个法国人乐庞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乐庞写了一本书就讲了有些老百姓其实有点傻 我是加勒定语的啊 限制词的 有些老百姓其实有点傻 他们被人家忽悠了 还帮着人家数钱 这一本书呢 是专门讲这种现象 我们有些人脑子的确理不清 对吧 比方说 他们认为反对美国霸权主义 就不能接触美国 金灿荣你接触美国 司马南你旅游去过美国 对不对 小孩去美国留学 那你就反对霸权主义是假的 你说这是什么脑子 这不是木瓜脑子吗 六个核桃喝多了 或者没喝六个核桃 六个核桃你必须给我赞助费 我怎么今天老想说六个核桃 要不然我就说你五个核桃 你缺金少两 还有人认为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 就不能到美国去 这脑子也一样 对不对 还有人认为学习美国的先进技术 和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霸凌主义 绝对不兼容 反对美国霸权主义 和你学习美国先进技术 它不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吗 中国改革开放 没有的时候 共产党还没成立的时候 甚至是中华民国还没成立的时候 就有中国的先进的觉悟的知识分子 提出失疑之常以置疑 就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吗 还有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对不对 向一切先进的国家学习 实行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 是姓周的先生讲的 那个人笔名叫鲁迅 拿来主义 就人家什么好 咱学习人家什么呀 金灿荣什么人 人民大学的教授 专家 他的立场当然是站在中国的国家利益的立场上 他儿子学习什么 和他这个立场有什么关系吗 他儿子学习过来之后 爷儿俩一块爱国上阵大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也叫失疑之常以置疑吧 你骂人家到底在哪 你怎么能黑得着人家父子俩呢 对不对 说黑金灿荣后边叫逻辑链 第七条 这些现象说明了一个问题 公知你有本事你跟金灿荣辩论吗 你反驳他你说的说的不对 你拿出你的学理来 你掉你的书袋 你举证你的事实 现在呢 你通过造谣的方式 来试图抹黑 诋毁人格 说明什么呀 说明中国的公知啊 他们现在很难受啊 2020年呢 反正很难受 就跟秋天来了 秋虫儿悲鸣 是吧 秋虫儿悲鸣 不是他们闹得欢的时候了 瑟瑟发抖 冻死苍蝇 卫足齐 苍蝇还要呢 用僵硬的翅膀扑扇几下 嗡嗡叫几声 叫出一堆谣言来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些公知 他们真的无法接受 现在的中国的现实 尤其无法接受 今天的塔国的现实 那一清白说 塔国今天这个样子 你叫公知辩解 怎么辩呢 武汉那个作家 能把武汉写成人间地狱 面对塔国的事实 他写那本小书 遭到很多美国人的 嗤之以鼻 说你影射谁呢 啊 这这反讽的效果 对不对 中国的公知 没有办法接受 中国今天的生气勃勃的事实 无法解说 解说美国今天的 这种颓唐混乱失序的事实 那也就只好通过造谣 骂人的方式来发泄吧 你造谣人家儿子 拿出这件事来说 连流氓黑社会都不如 对不对 上海黄金融杜月笙都知道 江湖上祸不及妻女 好汉做事好汉当 你冲我来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些中国公知没出息 让人瞧不起 就在这 金灿荣 现在黑他的这股潮流 后边逻辑链 我还想的第八条 第八条是什么 就是这四十年来 向美国学习啊 我们是珍惜实意 确实要学习美国 但是学着学着 有很多人就忘了自己了 学成什么样了 学成低眉顺眼了 学成鼓酥肉麻了 学成基柱弯曲了 学成缺钙性状 学的一点钙都没有了 学的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 他忘了为什么要学习美国先进的东西了 学习美国先进是干嘛呀 中华民族崛起啊 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 他学完了以后呢 他把自己学傻了 现在我说句大胆的话 真正来自敌人的造谣 包括美国的一见钟情布 一见钟情局 一见钟情布造谣 我都觉得不够可恨 对吧 你造谣胡锡进 造谣华春莹 造谣这个造谣这个金灿荣 造谣司马南 好至少我认为光荣啊 一朵大红花 胸前一朵大红花 颇觉光荣 但是可悲的是什么 可悲的是来自我们营垒内部 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回过头来 侧身一枪 因为背后有人跟打黑枪啊 最可恨的也不是美国一见钟情局领导之下的那些制造金灿荣谣言的分子 不是大轮子小轮子不是那是来自阵营内部打黑枪的人吗 是也不是 我觉得最可恨的是什么人 我小编觉得说的不合适 你把这段剪掉啊 我觉得最可恨的是那些呢 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 本来他在他屁股坐的那条板凳上应当像金灿荣一样站出来 讲清道理动员群众团结群众啊 团结在枪有力的中央的周围 录是中央精神 但是呢 这些人却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 手鼠两端来回压宝 表面上做些上传下达的说些大而画之的话 实际上把自己藏得很深 这种人才是最危险的 这种人会给金灿荣们穿小鞋使伴下套 这些话我说到这儿 我都觉得这些话能不能播出来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我最近接触了一些几个吧 外交口的有身份的人 让我震惊的是 他们当中居然有人在餐桌上大骂战狼 松人听闻啊 美国一建中情局 他造什么谣我都觉得正差 公知怎么骂我都觉得他是他的本性 轮子不造谣那才是新闻 但是外交部的有身份的人居然骂战狼 奇了怪 由此我就想到外交部那几个新闻发言人 那几个年轻的同志 他们每天在舆论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下午三点钟站到那面对那些居心叵测的提问 他们被人家人肉 被人家抹黑 被人家造谣 他们又不能像司马南一样做个节目 自己说自己 所以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 来自外交口的有身份的人 居然骂他们是战狼 我觉得这这种现象 我不知道做一个胡同的老百姓 退休老头来怎么解说 毕竟人家是体制内的事情 但是我想起来了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讲过的一句话叫做相忍为党 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国家的利益 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那在意识形态斗争第一线的这些人 被抹黑被造谣 应该说不算什么 因为你有理想有目标 你相忍为大 恨只恨 恨只恨 有些真诚的好人 居然能够被这样一些公知所误导 这就是为什么司马南频道 我们要讲清这个道理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司马南频道 我们要梳理一下 突然间铺天盖地的潮流 黑金灿荣 用黑司马南一样的手法 背后的逻辑链究竟是什么的原因 我建议有人应当很好的梳理一下 那些突然在第一波次 第二波次 第三波次 用集中的相似的手法 突然间黑金灿荣的人 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背景 那些公号 哪些 什么时间点突然发出来 为什么他们措辞都一样 他们后来几个波次 措辞上要发生什么改变 他们攻击的重点 抹黑的重点 又转到了什么事情上 大家知道美国疫情这次 每天播报美国疫情的最权威的部门 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对不对 那不是官方的 那就是一群中国留学生 但是那个研究小组播报的数字 现在已经被全世界所有的媒体 甚至是研究机构所采纳 我们今天对于突然间黑金灿荣为代表的 这波网络的黑的潮流 我们不能有一些人在网上用茶虫 好好查一查 如果你努力 查它一个底料 什么难呢 什么人在黑 我们老胡 大胖儿子怎么造出来的 什么人在黑金灿荣啊 什么人八年前就开始 黑司马南呀 你造谣人家 人家话吹营 说那么难听的话 这都什么人干的事情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事弄得门清啊 这不仅仅仅仅仅仅仅是要弄清啊 敌人的情况 预示形态斗争 对方阵营的情况 真差火力点 而且可以很学术啊 可以把这个做成博士论文呀 可以用这样的事情去教育群众 动员群众 组织群众 所以我这两天没见到金灿荣 见着我又会跟他说 我说小金啊 哎 我十年前经历的事现在轮到你了 你呀 应当继续努力前进 那今天隔壁网奶机上跟我说 谁骂你了 告诉奶奶 奶奶跟他过不去 跟他没完 我说 我说奶奶 你老放心 都是我聊着别人 金灿荣 咱该聊着 接着聊着 司马门频道 今天事到这 再见